鮮豔的蘭花琳琅滿目得仔細挑選 假日的建國花市好熱鬧 但是買花買農產品 人手一個塑膠袋數量驚人 那個花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知道準備個什麼樣的袋子來 大概我們估計只有10%會自備購物袋來 集滿10 10點 可以去換紀念 慈激之工來宣導 坦位掛上減速同盟標章 代表民眾自備購物袋來消費 就可以蓋章幾點換好康 我覺得很OK 因為這個對我也是一個很造成困擾 加碼贈送我們這個蔬果的有機肥料 自備袋子就有肥料手工肥皂可以拿 大愛電視台 志工 農會和花式 組成減速同盟 推行自己購物 自己帶活動 希望改變消費者的購物習慣 小小製造袋放在車上 隨便就帶下來了 小的話這個就用那個菜籃子 提就可以了 其實是那個觀念的改變的問題 那觀念怎麼改變 靠媒體的宣傳 靠人面對面的一種溝通跟說明 再靠隔壁所有攤商 互相彼此的為善競爭跟影響 他才有可能去做一些調整 慈激在源頭 一念之間小小行動 對環境就能帶來大大影響 大家喜歡學衣產 林明華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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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